他只是在利用你罢了 谁会喜欢一个残花败柳啊 那说明你没用 你打算怎么求和呀 那要看我西灵提出的条件 天鹊接不接受 说说看 西灵要天鹊 永世不得与东霖交好 五年内不得向西灵开战 这么说的话 贵国以后不向天鹊接荡 改去雪域了 战火自死烧不到天鹊 你不会不同意吧 这个条件 君北越可能会接受 一旦答应 天鹊北疆至少会有五年和平 而东霖和西灵的纷争 也会转向雪域 这样 如果西灵 答应天鹊几个条件 那西灵提出的条件 天鹊可以考虑一下 说说看 不多 天鹊只有三个条件 第一 西灵承认 西边三城 以及 一和城 二和城 都属于天鹊领地 第二 赔偿战争损失 粮居两万匹 第三 西灵王昭告天下 向两国百姓 致欠 谁给你的底气 开出这样的条件 我呀 致欠可以 粮居万匹 我西灵也给得起 但是你天鹊 必须归还我五座城池 归还五座城池 绝不可能 西灵公主 如果做不了主的话 那我就不跟你废话 我西灵是来九合没错 但若今日 你走出这扇门 两国的战争 便是因你而继续 你可想清楚了 潘子清 我答应你 我今天是三十名 天鹊 再赢 你 是 你 我 你 你要 ather 你 你明白了 金北月为何要娶你 好歹也算是个有用之人 不用白不了 你还以为他是真心喜欢你吗 他只是在利用你罢了 谁会喜欢一个残花败柳啊 那说明你没用 下了鱼 你敢吗 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若敢对我男善 过了这龙烟大陆的规矩 这辈子 就别想叫我犀利 动手吧 我倒是也想问你一句 你在国色天香试了身 金北月这辈子还会碰你吗 他碰不碰我 火不在了 有楼子 你看你 one two楼子 你准备到最好吃的 你应该给我给我